刘德华瓦仔有新片 这次他新片呢 他饰演的是一个未来警察 就是一部科幻片啦 据说呢 他们赤资了两千多万美金哦 哦 这么大的数目 而且大S是女主角 然后他看完这个预告片以后啊 他自己称赞说 哦 真的 一点都不输给阿凡达 就像机器战警一样 刘德华穿上钢铁盔甲 化身未来世代的警察 这部描写2080年的故事 将刘德华的音姿搭配上声光特效 让他更有超级英雄的感觉 这部电影赤资两千多万美金 打造出来的剧片 女主角大S直夸跟阿凡达不相上下 可能会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觉得一定不可能比阿凡达好 所以先否定了我们 可是我看了片花之后呢 我觉得是蛮有信心的 而且我觉得 观众如果喜欢这种片子的话 不妨进心院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 我们国内的跟国外的 有什么差别 比较说未来世界的电影 这部由王金指导大片 算是很罕见的华人科幻大片 能不能做出一定的水准 与王金有过不少合作的刘德华坦言 其实还可以更好 比以前用心了50块 但是够不够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够 我还是跟他说 他其实是可以比以前多很多 这部电影能不能冲出好成绩 许多人都拭目以待 期待华人也能做出 属于自己的科幻剧片 GVB新闻科技省张伟奇 综合报道